给大家看一下排队的现状 从那边那条马路一直到这边 再到这边再到那里 大家猜猜这些人在干嘛 我们往前走 探个究竟 看一下 其实我刚才是从南丹东路那边过来的 应该这个队伍排了将近有200到500米之间 肯定是200米以上的 反正 然后在干嘛呢 没错 那边有个核酸采样工作站 大家都在这里排队做核酸 看有人还专门带了凳子来这里等 然后有间隔的 大概是1米到2米 后面的话间隔就会小了一些 这里写的时间是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8点 排这个队的话 好像效率不是那么高的 每个人至少要一分钟 好在我们小区应该是在5月30号的核酸 所以6月1号当天 我们这个核酸还是有用的 就可以凭这个东西去到各个场所里面去 但是如果接下来我们要上班 应该就过了7到2小时 所以我要么今天去弄 要么应该明天上午去弄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新马克 新马克现在都不允许进了 这看都是点单的 他不知道排到我们要到多少后 刚才我是已经点好了 都不能进 就在这里等号了 我估计要等蛮长时间的 他轮到我了 应该是我的吧 这里这里 好谢谢您 咖啡已经买好了 然后这个队伍 核酸队伍 我估计是排不了的 我再晚一点过来吧 如果实在不行 我再换个核酸店 然后我就在想 这个核酸排队的话 会不会惨人一种新的职业 就是黄牛 我觉得有可能的 很多人肯定是不愿意排的 对吧 不是10分钟的事情 这真的是很久 这现在是暂时还不用上班 我觉得过段时间上班 如果这样的话 真有点麻烦的 两个小时之后 看一下 现在是6点54 我本来是今天下午 三四点钟左右过来的 说想玩几个小时出来 看看人会不会少 结果大家看一下 那边那条路 还一直到底 我们往那个方向走一走 真的我下午没有说错 应该有500米以上的 都是人 都是人 两个多小时了 还没有人减少 马上有8点 还有一个小时就结束了 估计我们现在排 肯定排不到了 真的是历史性的时刻 大家想想 接下来如果要上班 怎么办 这个核酸真的搞不定的 这个后面 应该会调整新的政策吧 好 我已经走了将近100多米了 看看这个队伍还在这里 前面就是南丹东路 已经排到南丹东路上去了 到这里好像已经快到末尾了 这就是南丹东路 这么算的话 比刚才我下午的时候 有个人少一些些 我下午的时候应该是到那边去了 边是有个超市叫青美超市 所以想想啊 选择这个口子的话 估计今天是来不及 我得再找个地方 看哪里人少一点点 然后我刚才走的路上 这边也有一个给他看一下 这边从那里一直转到这边去 我们往里面看看 看看有多远 哇 这个好像也好远对吧 估计这个也不行 得再换一个了 这个估计也来不及 因为估计肯定是要超过8点 我们打算去地景院那边看看 看看那边能不能凑 想得美啊 地景院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走 好 我们到了 但是大家看 队伍在那边 然后检测点在这里 然后这边前面那块 就是许大慧 我们往前面走 看一下 估计这边的人也不会太少 看也是很长 那边还有一碗好像 哇 这个摸不透 深不见地的感觉 就我现在感觉已经整了好长好长的 然后满头是汗 就到这里了 我在这里排队吧 现在是7点19 我们看一下到时候最终会多长时间排队 现在是7点50 刚才他们的组织队伍的人说 8点钟准时结束 感觉离到我们应该还是有点风险的 不知道能不能轮到我们呢 如果正好卡在那个口对吧 正好8点 那我们就惨了 希望能通融一下 还有20多个人左右 8分钟20多个人 7点58 前面就是我们的 就轮到我们了 好 终于弄完了 虚军一场 大家看一下 8点02 刚才不是有组织队伍的人吗 提醒我们说 说有可能轮不到我们 让我们自己判断要不要排队 但是毕竟已经排了半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当时还是抱着侥幸的心理 等了一下 大概是7点50的时候 有人专门来拿那个扫码机器 那个时候那个人就比较急促 说话声音也会比较大 可能真的是太累了 而且时间点也到了 然后我们站在后面的人就误会了 就以为别止了 没想到后面好像是说 他提醒新排队的人 就路过的那人不要排队了 说已经结束了 但是我们现在再排的这些人 他还是会继续扫 所以那一刻我们才新定 所以今天在最后关键时刻 还是有点庆幸的 看现在外面的人也好 车也好都越来越多了 然后灯光也越来越亮了 本来我之前计划的时候说 解缝后第一件做的事情是理发 结果没想到 我们第一件做的事情是去做核酸 而且花了大半天在等待 在寻找那个合适的时机 没想到 这是非常值得记忆的历史性的一刻 对吧 感受一下我们的心情 好 我是雨晨 关注我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